圣灵在人身上充满一个人 这个人不可能不爱慕圣洁的生活 很可惜的 许许多多在灵恩派里面 最注重圣灵的这些人 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不圣洁的 你注意啊 非常不圣洁的 越讲圣灵越不圣洁 你越不要相信他 有一些人是钱财不圣洁 有一些人是身体不圣洁 有一些人是眼睛不圣洁 有一些人是他的情谊不圣洁 不是圣情圣意 是邪情私欲 冲了他自己的心 印尼一个最爱讲圣灵的教诲 他甚至建了一个好像礼拜堂的 其实他不敢用礼拜堂 因为不是正式到政府的礼拜堂的准职 那个可以差不多说一万多人的 这样大的礼堂 他建成功了 他现在号告物言到一个地步 要建一个全世界最高的塔 那么上面做祷告的地方 是灵恩派的祷告塔 现在可能设计已经落伍了 因为真正中标的是中国大陆的工程师 在竞选的时候标到他的设计 那个时候所建成功的 如果真正建成功 要比基隆坡还更高 现在台北已经最上去的 那以后因为延后了九年了 现在如果要再建的话 可能已经没有101这么高 你明白我意思吗 当时是要建世界最高的 现在这个灵派的主任 他正想要建这个 所以想政府拿到了这个工程的权利 他现在正在头痛 钱从那里来 那费用是大到一个天文数目 那他不管 他认为他有信心一定会大到 我们就等着看上帝怎么引导 那这个如果建成 就在我要建的礼拜堂 附近不到一公里半的地方 就是靠近的地方 就在那里 他下面要建一个一万人的地方 他已经在苏拉比亚 建了一个一万多人的地方 那么这个人呢 前几年呢 他就用人这个奉献 给他教会的钱 拿去要买一架私人的飞机 结果有人知道了 整个奉献就一泄千丈 他悬崖了马才买不成 那么为了这个产业 里面很可能很多 用他自己个人的名字 所以他的女婿 跟他的孩子 彼此用手枪要相杀 弄到这样的地步 这些人呢 他是被圣灵充满了 我大大怀疑 我大大怀疑